北美现代汽车近日在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 为亚裔媒体举办了盛大的全新2016Tucson新车发布会 精致流线轮廓加上霸气的运动型外表 Tucson在新车发布会气势登场 新车配备有双离合变速器 这是由现代自主开发的新技术 与传统无机变速装置相比 可以为司机带来更顺畅快速的加速和变大 而且提高了平均燃油效率 当然为乘客带来舒适便利的乘坐体验 依然是现代的重点 2016Tucson运用了很多新技术 像是降温透气前座 房屋座椅 以及免手动智能行李舱门 只要带着钥匙站在车后几秒 舱门就会自动打开 全新Tucson我们想要领导一个轻轻化的设计 我们也想要领导安全性的技术 像自动危险的危险 我们也有同时 随时转身上升等 随时转身上升 因为领导的危险 因为费能力 涉软的技术 更是领导度 同时 不具体力 加一般 变成 达到1.1 加פר 第一 更多 这些东西 它是奉行的奉行的奉行 它是奉行的奉行 奉行的奉行 10年 100,000-mile power train warranty 而且 最好的事情 是你會出現 一件十分的奉行 奉行的奉行 只有22,700 一件很高的價值 一件新的迷彈 我們要給他們 他們要給他們 他們要給他們的價值 他們要給他們 他們要給他們 2016 Tucson内外兼修 不仅有着初衷的外表 在内饰结构上精心准备了高档材质的装配 宽大的仪表操控盘增强了驾驶员对宽敞车市的舒适感 靠近四季右膝位置的车壁还安装了软电 提高了长途驾驶的舒适性 超长全景天窗进一步彰显了Tucson的气派 您可以在乘车旅游观赏蓝天或是夜空 强劲的马力舒适的乘坐体验 加上绝对气势霸气的外表 爱车的朋友时不时动心了呢 您可以登陆现代官网查询2016 Tucson的相关信息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